我跟他讲就是说 你这个幕可能需要打开来看 你们家族里头应该已经出现一些状况 他说你怎么知道 大伯就是因为感情上出现问题 杀了对方吧 自己也去服刑 俄伯这样家里头就是生病生理比较不好 后来我就说你可以请人家来 选个即日开关 拔起来看 里面应该有XXX在里头 亚洲人特别讲究幕的风水 尤其本周又是清明节 许多人将返乡扫墓记住 命运专家谢云锦老师 也受访提醒观众朋友 在扫墓时一定要特别注意 不管是塔位或墓穴 若是发现以下情形 则有可能导致祖焚变成凶墓 严重可祸害家族子孙 并分享陈处已过的可怕案例 所谓的凶墓 它基本上指的就是 藏的这个人的位置 可能并不是理想 包含单独的墓穴 或者是家族墓 或者是像塔位 都有可能采印象 那通常在明书上面说 如果这个地突然间变凶了以后 或者是这个地本来就不好的话 那有可能会从墓碑上产生几种情形 比如说墓碑的颜色突然变成绿色 长青苔 另外有可能变成黑色 这个青苔长过之后 干掉之后 然后它就变在上面去不掉 第三种出现水痕 水痕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水的氢化 然后产生白色的那个波纹呈现出来 以上几种都会产生家族里的人 出现不好的一个状态 不过有一个比较特殊 这个特殊的情况是 一旦看我们发现 它当这个墓穴上面出现黑色的温度 整片墓都变得黑色 重点是在清明扫墓的当天 我们经过的时候 发现里面出现两条黑色 颜色比较呈现比较暗色的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 它的那个原始的墓碑的墓的下方 有出现破洞 那由此可知就是说 里面有可能产生的蛇血在里头 所以当时就是我们提出这个看法 但是我们也不方便去给人家动 所以最后是他们家族的人说 一到现场下到 怎么会有蛇在那边 当然他也不敢打死 因为在风水上有所谓刻印的效果 就是说 微蛋打死可能会对家人产生不好的情形 所以他们当时是先把蛇挑走 就是要把他拨到旁边去 但是事实上我跟他讲 就是说 你这个墓可能需要打开来看 你们家族以后应该已经出现一些状况 他说 你怎么知道 就是我们家里头 大伯家里头发生什么样的事故 比如说大伯就是因为感情上出现问题 反正就是杀了对方 自己也去服刑了 然后俄伯家里头就是生病身体比较不好 好 那这种情况下后来我就说 你可以请人家来 选个即日开关 里面应该有蛇穴在里头 他们叫什么叫蛇穴 蛇穴就是他里面有可能被藏了非常多的蛇在里面 果不其然在他们后来择日开关之后 一打开里面在棺木中出现非常多的蛇 伴随着这个尸身在上面 而且这个尸体没有完全腐化 呈现搬应尸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 他们家族里头才会一直出现一些状况 其实在风雨上面来说 有经验的老师可以从墓碑上的一些纹路颜色 就可以做一些判定